陆桥点评 点进去后敲一下小铃铛 以后有节目就会主动通知你 多谢大家的支持 但这件事也令一些中国网友 忍不住在逗反论坛上写文章 是否外国人普遍认为台湾是国家 这点可能是中共想不到的 台湾队伍进场时 很多日本网友透过社交媒体力支持台湾 大声说台湾加油、爱台湾等等 但当中国队伍进场时 日本网友大声骂 武汉肺炎、元兇、COVID原产国 很多人以为这些小粉红 去到哪里都是所向披靡 但其实在他们要武扬威时 亦有很多人用种种方法 去笑他们、去骂他们、去整他们 今次奥运会对中共来说 又是一场爱国大戏 所有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 小粉红、五毛 公开展现他们对其他队伍或新闻机构或政府的羞辱 公开展现他们的无知、傲慢和愚蠢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越是这样做 大家对中共、对中国人的观感就越差 大家就越看不起 中国的网易和守护平台在26日转发了一张帖 大赞中国体操队 选择抗日曲 久仪作为背景音乐 他们说 在日本奥运会里 不但要在日本国土奏国歌 还要在赛场放抗日名曲 有些网民又说 下次去美国比赛 就要放反美音乐 他们说 这个做法可以激励中国的小粉红 打遍全世界 久仪这首歌是红高梁的片后曲 讲述抗日期间 一个叫久仪的女孩 她的抗日故事 奥运开赛以来 中共驻外大使就一直对外媒的报道虎视眈眈 路透社看发了一张中国女子举重选手的比赛照 中国日报就斥责路透社用这张照片是别有用心 因为这个中国举重运动员侯志卫的照片表情很痛苦 但很奇怪的是 中国日报的英文版也是用了同样的照片 另外中共驻美国领事馆24日在官方网站上声明 谴责美国的NBC在转播东京奥运的报道中 用了一幅不完整的中国地图 这张地图是没有台湾和香港的 他们说NBC这种做法是玩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要求NBC去纠正 同一日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 报道了中国女子射击选手阳线得到金牌 她的题目是 《中国的金牌以及更多COVID-19案例》 意思是在这个文章中既说了中国的金牌 也说了在日本奥运期间发生的COVID-19案例 结果中国官媒非常生气 大闹CNN其心可珠 认为她无端端将中国金牌和COVID-19扯在一起 其实各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对中共隐瞒疫情 心里都很不满意 所以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特意去触碰中共的所谓政治红线 你越是敏感,我们就要越说 这位叫阳线的金牌获得者 在国内也引起小粉红的攻击 头头大家当然赞她 但很快被人挖出 她一年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Nike跑鞋的照片 大家就骂她 指责她崇洋媚爱,要她滚出中国 另一则新闻是日本的冰棒球选手 以4比3击败了中国的金牌老将 当然小粉红就非常激气 就说要输给小日本是没办法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们又出征了 在别人的社交媒体里洗版 大闹你们没资格拿金牌,你们搞小动作 连别人去攻学这两位金牌的日本选手都不行 这些人都要被人骂,被人侮辱 但新得金牌的两位选手之中的其中一位 她叫做水谷准 她事后对媒体说 总算报了授了 你可以看出其他选手是如何看中共 看中国的国民 只不过没有低下度 像这些小粉红那样自由发作 另外大家熟悉的当然就是 香港羽毛球五加朗的故事 她因为穿了一件黑衣 就被人攻击 她的黑色运动衣 招惹了民建联穆家俊的攻击 她没有穿区旗标志的球衣 说你如果不想代表中国香港 请你选择退彩 其实穆家俊要说的 不是五加朗有没有穿区旗的球衣 而是她穿黑衣 这件事大家都可能很熟悉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 在这件事我们看到穆家俊 其实在这里交透明状 她是要表示她爱国爱党不甘厚人 但她今次急了些 就失去了 好想到她现在是这样的下场 讲完奥运 讲讲河南 今次河南受到洪灾重创 很多外媒去河南采访 但她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 已经表示 她说诸华记者所遭遇的恐吓令人震惊 而且往往是中共官员 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在背后推动 今次受到影响的记者包括 BBC、洛杉矶时报、德国之星、半岛电视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新社和美联社 这些都是世界上主要的新闻机构 你得罪了她 你就没有运行 这些中共的小粉红 现在已经进步到 不是口头上攻击那么简单 她说这些记者是被人敌打 她们个人讯息在网上被人披露 在网上被恶意传播 以及受到死亡的威胁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受到凌辱 我昨天在另一个节目里说到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共的外交界 以及它的驻外使馆 也影响了一般民众 她们这些民族主义 完全受到官方的鼓励和中容 一位独立的学者叫荣健 她在推特上说 她说这些老残爱国者之所以这么猖狂 她们只不过想表现两件事 一个是廉价的崇高感和合法的伤害权 原来这些小粉红都需要崇高感 她们都需要合法的 在一个人性和自由都视为是罪恶的国度 人就会被扭曲 扭曲到一个地步她做的事 已经不像是人做的事 这些人 她们没有办法 她们没有能力 为她们认为崇高的事发声 她们也没有能力去监管或控制她们的政府 她们就扭曲到去针对政府要她们去针对的人 她们这些人充满了仇恨 但她们只敢将这些仇恨 发泄在她们认为比她低的人 或者她认为伤害了都没有后果的人 想清楚这些人其实也是非常可怜 她们已经被剥夺了是非对错的能力 一日倒黑被人利用 什么时候被人抛弃都不会知道 我们经常说 当中国共产党将来有事的时候 很多人的下场会很惨 当有一日 中共不再存在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 谁不再存在呢 中共是谁呢 中共除了是党魁 党员之外 就是这些一心为党 一心听党 跟党走的人 他们就是这个共产党机体的一部分 如果中共有一天下台 这些人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所以我们有时见到这些小粉红 很生气他们 觉得他们很无耻 很离谱 但其实都不需要生气 等待他们将来的下场 其实是很凄惨的 我们不需要再生气他们 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动气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